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好 我们今天来换一下风格 我们来领下蓝亭序 蓝亭序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术一本字帖 所以在中国古代字帖当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建议大家练练 第一点斜点 我末尾顿住还是比较平的 短横直直向下 末尾顿住 顿着往上跳 那么这一边呢 比较重朝上 笔尖左上方 这笔是比较重的 然后撇下去的时候忽然变细 忽然变细 我这边卡下来的时候 这个撇笔在这个转折偏下这里出风就行了 拖动 这个用字基本上是这样写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纳笔 你不要写成凯数 这个纳笔就行了 我写成这样子一定有个笔度的 回风然后再往下带 这也是有个笔度的 有个圆圆的这样一个角的 横笔斜横 绕上来略微接住 腿部 腿部不要太长 好 贴得比较近 往这边不要断掉 游戏慢慢变重 再往这边卡上去 带下来 这出来 这出来 你看这个九字 带下去 往这边偏下 那这里有个笔度的回风往上带着 绕下来 转角一定要圆哦 卡角往内 这个转角的时候往内不能靠上也不能靠外 他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方向是往内的 永和九年年子 带下去 出来 末尾顿 末尾略顿 方向朝上啊 末尾也是略顿 出来 笔画像下 起笔这块呢 可以重一点 然后这里 末尾略顿 旋帧术的话一直往下 一定要记住这个旋帧术是比较重的 你要横比部分可以写写的 但是旋帧术呢 就尽量写重一点 而且呢 写的薄嘛 有力度 有力度 永和九年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写这个永和九年这几个字了 好 今天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 收看 那么下期呢 会写 岁在奎仇 我们下期再见